第四步,关于未来,如何打造你的事业,我必须创办这间公司,对吧? 干,一间新创公司,从来不算是计划本身。 计划是一个突破,一个长远的突破,我很需要埋头苦干。 冲刺了将近十年之后,我终于在2010年离开苹果。 我们推出了前三代iPhone,现在大震荡已经结束了。 在18代iPod之后,我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我们会永无止境地调整,调整,再调整。 或者我也可以开始开发iPad,但iPad的骨干和iPod Touch基本就是iPhone。 但我离职更大的理由是因为我的家人。 我是在苹果认识我老婆丹妮的,她是人资部门的副总。 我们有两个年纪非常小的孩子。 而虽然我们总是会拨出时间陪他们,我们也工作得很累。 这是个改变人生的机会。 所以我和丹妮都离开了苹果,然后我们离开了美国。 我们去环游世界,努力不要去思考工作的事。 但是不管我们去哪儿,我们都躲不过一件事。 干他妈的温控器。 让人堵烂,有够不准,耗能到爆,无脑到炸,根本不可能重新设计。 让屋子里总是有某个地方太热或太冷的干他妈废物温控器。 要有个人把这修好才行。 而我最后发觉,那个人会是我本人。 大公司不会去修。 汉威联合跟其他做硬体的竞争对手,三十年来根本都没有创新。 这是个死气沉沉又没人爱的市场。 全美一整年的销售金额只有不到十亿美金。 而2007年和2008年的环保创新潮失败之后, 绿能科技的投资人也坚定地远离节能装置。 所以一间充满生面孔,没什么人脉的小小新创公司, 完全不可能有足够的可信度,足以得到资金。 我都已经可以听见创投公司的嘲讽了。 温控器哦,真假? 你想要做温控器? 这个市场又小,又无聊,又难。 但某天,我和兰迪高米莎去骑脚踏车。 兰迪是我常年的朋友,导师, 以及在可敬创投公司凯鹏华盈。 任职的合作伙伴。 我们是在我1999年跟他推销, 请他投资Fuse时认识。 因为我非常信任兰迪, 所以我决定向他试试我的主意, 提出智慧温控器的概念。 他当场提议开一张支票给我。 我正是那种投资人最爱的创办人。 四间失败的新创公司和多年的失忆职业, 为十年的成功铺路。 我当时四十岁,完全知道之后, 一切会有多困难, 还有如何避免重蹈哪些覆辙。 我开发过硬体及软体, 小公司和大公司也都带过。 我有人脉、可信度、足够的经验, 可以了解我不知道的事。 而且我有个具体的主意, 你的温控器应该要学会你喜欢的温度, 以及你什么时候喜欢。 应该要和你的智慧型手机连接, 这样你无论身在何处就都能控制。 你不在家时, 温控器也应该要关闭节能, 而且当然也一定要很美, 美到你会骄傲地装在墙上。 唯一缺少的东西, 就是放手一搏的意愿。 我还没准备好要再扛起一间新创公司, 那时候还没, 而且也不想一个人。 接着就像变魔法一样, 麦特·罗杰斯跑来找我。 麦特一开始是iPod专案初期的前几个实习生之一, 我看着他一路在一个充满精跳细选 世界级人才的团队中, 呼啸超过所有人。 他毕业后, 我们聘他当正职员工, 而他很快成为一个超赞的主管, 专注在建立团队, 从来不会害怕问问题或逼出极限, 对整个产业方方面面地, 好奇也贪得无安。 我离开苹果后, 他开始对事情的走向感到挫折, 所以我们约了午餐, 他问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我把这个主意告诉他, 他非常有热情。 而当我说有热情时, 你应该要知道麦特是一台能量永不止息的涌动机, 他马上开始研究, 提出建议和构想。 我们聊得越久, 他就越来越兴奋。 这就是我撂下去需要的动力。 他是个真正的伙伴, 可以分担重担, 会和我一样努力工作, 也一样在意。 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共事, 也对怎么开发产品拥有共事。 我不需要另一个同样拥有数十年经验的中年主管来告诉我, 我们不能做什么。 我需要一个真正的共同创办人。 我需要麦特, 我们一起把这个构想塑造成一个愿景。 我们要向投资人推销一个智慧温控器。 但我们也了解, 我们真正创立的公司并不会止步于温控器。 我们会开发各式产品, 改造所有人家中需要不受喜爱却重要的物品。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们还要创造一个平台, 我们要打造智慧家园。 这个概念并不新颖, 截至当时智慧型居家系统已经出现好几十年了。 我记得General Magic的比尔·艾金森 在1990年代时就试图开发过智慧家园。 他试着一个人来, 努力想开发出某个有用的东西。 但在这些年间, 已有许多富有的科技咖, 愿意豪值25万美金, 在自己家的墙壁上装一套精致的系统。 内有感测器、荧幕、按钮、温控器、控制器、 警报系统、灯光、音响等等, 全都闪闪发亮,非常时髦。 但其实, 是彻头彻尾的废物跟垃圾, 没有一样有用。 我们推销时跟投资人提到这一点, 他们的表情都抽动了一下。 没错, 他们全都买了那些垃圾。 没错, 他们的配偶全都还在因此生气。 我们想要采取不同的方式, 与其试着把一个搭载所有功能的完整平台, 塞进某个人的家里。 我们会先从一个真的很棒的产品开始, 一个能够待在大家墙上十年或更久的美丽温控器。 只要大家爱上我们的温控器, 他们就会购买更多和温控器搭配的产品。 顾客将能够一点一滴组合他们的智慧家园, 为他们的家园和家庭打造一座独特又合理的系统。 温控器会是我们的切入点。 但首先我们必须打造出温控器。 要做得很美并不会很难。 漂亮的硬体跟直觉的界面, 这我们可以达成。 我们在苹果时便以精雕细琢这些技巧。 但要让这项产品成功, 并赋予其意义, 我们需要解决两个大问题。 必须要可以节能, 我们也必须要能卖出去。 先说节能, 在北美洲和欧洲, 温控器的电费占家庭电费账单的一半, 大约每年2500美金左右。 先前所有试图降低这个数字的尝试, 包括温控器制造商、 能源公司、 政府机关等等, 都因为各式各样不同的理由而大爆死。 我们必须来真的, 而且对顾客来说还必须要超级容易, 接着我们还必须卖出去。 当时几乎所有温控器的销售及安装 都是由专业的技师进行, 我们永远不可能打进这个老男孩俱乐部。 我们必须先找个方法进入大家的脑中, 然后再进入他们家中, 而且我们还必须把温控器做得非常容易安装, 让所有人都可以自己搞定。 于是我们投入工作, 成果比我们想要的还肥硕。 虽然萤幕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状况有点像是第一代iPod, 但是可以用。 可以连接到你的手机, 你可以自行安装。 温控器能学会你喜欢什么温度, 没人在家时会自己关闭, 也可以节能, 而且大家超爱。 在推出前, 我们不确定是否会有人有兴趣, 我们不希望有一大堆库存放在仓库里积灰尘, 而资金却烧光了。 神奇的是, 我们第一天就把产品卖光了, 然后继续卖光, 持续超过两年。 我们很快接着推出第二代温控器, 修正所有我们在第一代没有搞懂的东西, 接着我们就专注在下一个产品上。 有什么装置每个人家里都有, 而且比温控器还更让人堵烂呢? 简单, 烟雾警报器。 反人乱叫。 你煮菜时和半夜两点都不断狂想, 所以你必须找出是哪个纯警报快没电了, 结果当然是那个高挂在你碰不到的地方的 干他妈烟雾警报器。 要是我们当时知道, 在烟雾和一氧化碳警报器领域, 要创新有多困难, 那我们很可能根本不会投入。 但我们知道的只有烟雾警报器无所不在, 每间房子的每个房间都有, 而且很烂, 真的是超爆烂。 法律规定每间房子都要装, 所以烟雾警报器制造商根本没动力把东西做好一点。 不管烂不烂, 反正所有地方都会装, 但是烟雾警报器真的是烂到人神共愤, 大家甚至会冒着生命危险, 只为让警报闭嘴。 像是把电池拔掉, 在太多次乱叫之后, 直接把烟雾侦测器从墙上拔下来, 或大半夜用高尔夫球杆从天花板上干下来, 只为停止炼狱般的风鸣声。 所以2013年, NEST智慧烟雾及一氧化碳警报器诞生了。 我以前开发过各种成功的产品, 也就是iPod跟iPhone, 但是NEST是我第一次试着真正打造一个又大又成功的事业, 是我第一次白手起家。 从一个构想的单细胞开始, 并看着这个细胞分裂, 长成完整的婴儿。 我们的婴儿, 我们的公司。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一间大公司内, 展开新事业, 新产品, 新专案, 或是你已经展开了, 并且随着这个新计划, 慢慢开始有了它的生命, 你也在一旁, 有时开心, 有时恐惧, 震惊地注视着它。 那么在本书第四部的内容, 就是我在挑选构想, 创立公司, 寻找投资人。 差点因为亚历山大昏倒之后所学到的事。 本书第四部的内容, 是我到目前为止在每个阶段的成长过程中弄懂的事, 以及当你的婴儿已经不再是婴儿时, 你可以怎么办地参考资料。 感谢观看,